穆人庄法就是泳春犬除了三道犬之后 最后的一套状法 据说穆人庄法就是 当弟子开始要离开师傅 因为他差不多说毕业了 师傅就会教他穆人庄法 穆人庄法是分开很多折手 每一折手由基本和最高级的手法 都包括在内 现在我们由曾浩斌师傅来表演穆人庄法 这是开头的 这是第二折手 第三折手 玩完第三折手 这是其中三折手法 所以穆人庄法 我们可以看看穆人庄法 到底是怎样用的 我给你们一个实用的方式看看 这个呢 你刚才看那个断慢动作 你可以在庄里试一试 示范一下 就是这个 一标一串一立 这个就是鞍庄颈手 刚才他加上这个所谓扣脚 一脚法呢 我们在泳春叫做下盆功夫 其实下盆功夫是泳春最高级的法度 差不多你不进去研究院 不进去大学 你都没有下盆功夫这件事的 当年李小龙他学泳春 学了半年 他就走了跟王顺良学打架 所以他就说泳春有手没脚 就因为他没有看过下盆功夫 好 由现在开始看了 我们可以看回 看回他刚才打的 第一节的上半部分 现在第二节的下半部分 就在这里 二 菌 在那边 在那边 那边 这边